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无人机企业 同行中不算大 却是专供公安系统使用的无人机 它的生意主要在国外 钱也主要在国外 主席韩府以账目不清 抓了国安部副部长时 据说他一次就从国外调回两亿美金 给副部长堵窟窿 那时人们才知道 他一直是国安部的人 也是国安部在海外调拨资金的白手套 副部长被抓对赵规影响不小 他陆陆续续一共交了十亿美金才算百平 当时老叔以赵规对瓦解流亡意见者团体立过功为由 保了他 知情者认为 十亿在赵规的海外资产中只占小头 否则他不会宁愿交钱保留他在安全部的副局级编制 但看得出他对那编制的重视 赵规年龄在刘刚与老叔之间 稍显鲜弱的南方人体型 气质儒雅 惜福考究 一坨浓发精心做出波浪性 金丝眼镜与瘦脸很搭 不太协调的是脸上的橘子皮 却给他增加了一些粗矿 刘刚一接触赵规就被吸引 在赵规的学者型企业家外表下 深藏着一黑一白的江湖气 随时能轻易转换 那是最容易在警戒打开局面的气质 怪不得他在国安和公安系统全都如鱼得水 老叔让刘刚与赵规合作 为的是用无人机处置协联网的目标 解决协联网测温后 如何处置发热者变成了新问题 正常社会的人口流动主要沿着公路铁路 设卡即可拦截目标 网阁封闭时交通线被切断 造成大量无家可归者 在网阁之间的空隙流动 走小路穿田头 翻山越岭 官方解除网阁封闭后 也不能马上扭转 从监控屏幕看 邪温高的红点到处散步 乘机动车 沿交通线活动的处置队员 即使尝试深入小路也难追上 百姓仍处于谣言蛊惑惑的紧张中 即使体温不高 远远看见处置队员便逃跑 结成团伙的流民 还会攻击处置队员 协联网测温发现的目标 若不能有效处置 等于问题还是没解决 用无人机对发热者发射麻醉针的想法便被提出 考虑到普通无人机目标大 攻击姿态明显 容易造成恐慌等 必须用不易被发现的微型无人机 老叔便选定了赵规公司的电子风 赵规最初成为国安系统的线人 是二十年前老叔在国安部时发展的 赵规始终充当老叔的马仔 此时赵规对老叔的效忠和不惜重金 保下来的安全部编制 就看出含金量来 涉及协联网这样的机密 别的公司有再好的产品也没资格进入 这个大生意只能给有编制 因而是自己人的赵规 这一单买卖做下来 赵规上交的十亿美金就能拿回大半 但论商业关系 赵规作为供货方 应该巴结刘刚代表的定货方才对 然而从他俩开始相处 赵规就居于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 刘刚也不自觉的把自己摆在了下级位置 这是因为老叔一开始就交代给刘刚四个字 大事听赵 刘刚明白这是老叔给他俩定的主从关系 赵规在刘刚面前倒没有居傲之态 总是态度亲善 他亲自操作电子风给刘刚看 鼓励刘刚提问 津津乐道地解释每个细节 照理说赵规多年前就成了亿万富翁 手下不缺做事人 自己却一直保持专业方面的兴趣 即使做不了研发 操作和编程方面仍然拿得起来 电子风比黄蜂稍大 形状颜色声音都模仿黄蜂 装有肉眼难以分辨的电子眼和各种传感器 刘刚是第一次见到这类仿生飞行器 他在眼前盘旋时 那种活灵活现数次让他产生像一把抓住的冲动 电子风是五年前赵规公司接受公安部订货开发的 当时的公安部长看一部好莱坞影片里 有用电子风干掉恐怖分子的情节 便想到用电子风麻醉群体闹事的领头人 把闹事化解于无形 但是研发成功后只生产了第一批 尚未投入使用 公安部换了部长 新部长要的是杀衣警百 让镇压人人看得见 而不是领头人莫名其妙贪倒 像是发病 于是第一批一百个电子风在公司保险库里锁到了现在 赵规对电子风颇自傲 能做出同类产品的公司世界没几家 国内更是他独一份 但因为是公安部投资研发 合同约束不得转为他用 不得对外透露 因此始终未见天日 这回防疫对他可是绝佳实际 他立刻全力投入 因为邪联网系统是允许在信息中心内运行 老叔特地批准将国安委的楼顶平台作为实验场 从信息中心接了一条邪联网专线通到楼顶 电子风方面只有赵规一人可以在楼顶参与实验 有需要回公司才能解决的问题 只能就事论事 不得透露邪联网 赵规提出了改进思路 麻醉能让对方无力逃跑 但还需要去现场进行收治 很多麻烦 不如把麻醉针换上疫苗 与神经阻断剂的混合针剂 计量合适的话 对象被射中 只感觉如一下风遮 仍能自己回家 随后会一直乏力 这种情况一般会被家人送医 处置队只需等在医院即可带走隔离 即使对象不去医院 药效也会使其七至十天难以外出活动 相当于自我隔离 加上针剂中的疫苗作用 也达到防疫目的 赵规的思路得到老叔肯定 只待电子风与席联网的配合实验成功后 就下订单投入批量生产 赵规躊躇满志 公司做全面扩张的准备 要满足全国的防疫 可想而知是多大的订单 电子风和真迹都不是刘刚的领域 无法实质参与 为了缓和矛盾 已经暂停按百分之五比例罢免官员 刘刚从原本大权在握的忙碌 突然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不知该干什么 有时在楼顶平台充当电子风发射真弹的临时把镖 赵规给了刘刚一个课题 让他研究电子风方案可能引发的问题与预后 刘刚不知道是赵规真需要这个课题 还是警卫给自己找点事做 不过即使是后者 也是对他的体贴 从职业警察的角度 刘刚认为最需要重视的是真迹安全 有老叔的绿灯 公安部提供了各种用于审问和特殊措施的神经阻断剂 那大都经过多年验证和改进 只要比例配置得当 对象的机体无力症状都会随时间自行缓解 发生过导致心脏停跳死亡的案例比例很小 但这次的对象数量大很多倍 同样比例的死亡绝对数也不小 刘刚跟赵规谈这个结论时 声明自己完全知道 为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个别死亡是维护大局的必要牺牲 且一般医院无法检测出神经阻断剂 通常会把死因归于心脏病突发 不过我过去干过刑警 要是落到当年的我手里 这案子真不一定轻易过得去 搞不好让我发现点什么 会当成谋杀案办 虽然我不会想到有这么深背景 也找不出来龙去脉 但只要以毒针谋杀立案 必定引起重视 那是其他的类似死亡案例 也会被注意 往下怎么发展可就难说了 看到赵规没回答 刘刚进一步解释他的担心 你想啊 这和谋杀没有明显界限 只要神经阻断剂多加点量 就能导致人心脏停跳 明知这种效果 只是把用量降到所谓安全水平 这时再有死亡发生 说明用量仍是超过界限 那和故意超过界限的谋杀 在法律上难以证实本质不同 赵规还是没说话 不过刘刚能感觉到 他被谋杀的概念打动 而且不是一般的打动 每当赵规不是爽快的反应 或敏捷的判断 而是无表情不说话时 就是有什么正让他陷入深思 二 当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到中国对疫情独立调查时 没有任何部门敢做主如何回应 层层一路上报 最终摆到了主席办公桌上 尽管在内警外松上下了大功夫 但是内警和外松互为矛盾 内警离不开 外部措施 一定会突破外松的假象 资深种种民间谣言 国际媒体会从旅游者的捕风捉影中挖掘内幕 随着疑虑与证据越来越多 世界卫生组织早晚要介入 对中国政府否认疫情 国际社会并不相信 2003年前的萨斯传染到全球多个国家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瞒报 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内史并没有本质不同 仍是一党专制 行为方式也不会有根本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如果北京拒绝其派专家实际调查 就只能基于假设做决定 考虑瘟疫有谁是不会传染世界的危险 不得不发布疫情警报 要求各国游客不要前往中国 并建议国际展览局停办或延期北京市博会 以主席一贯的风格 本不会对要挟让步 但是这次不一样 不让世界卫生组织派人进中国容易 他真要向全球发布疫情警告 威胁就大了 他不是实权机构 对他警告的疫情 世界却没人敢不重视 必将让北京市博会惨败 就算能花钱搞定国际展览局不做停办或延期决定 也会有很多参战国和观众拒绝来中国 无人参加的市博会将沦为笑话 仅这一招中国就没有手段能扳回 没错 党庆大典可以自己说了算照样办 然而市博会失败 却如当着世界的面被砍掉一条腿 无法交代 对主席想借双大典的辉煌 实现连任也成为反效果 反对势力一定会落井下石 因此主席再有气也没辙 只能同意世界卫生组织进中国 主席的幕僚保证可以控制局面 中国官场对付上级巡视的手法搞了几千年 已经炉火纯青 搞定几个洋人绝对没问题 这种事不用主席亲自布置 下面自有全套安排 然而等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团来了 才发现这会不像以往好对付 调查团大部分成员会中文 随中国经济做大 学中文的老外越来越多 本来被中国政府当作软实力 骄傲 这时却变成不利 调查团成员在几个主要中文社交媒体上 都开了账号 公布个人邮箱和中国手机号码 鼓励中国民众向他们直接反映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方面不得封锁 或删除调查员发的网上消息 很多被隔离者家属纷纷与调查员接上头 亲自带领他们去追踪家人下落 对家人命运的担忧超过对政治的恐惧 家属们借助调查员为自己撑腰 否则根本无法打破封锁 这种内外勾结 使得糊弄人的手法不再好使 能骗住老外的骗不过家属 可以拒绝家属的 无法拒绝老外 受命的地方官和警察 往往眼睁睁看着国际调查员 进入上级命令不得让他们进入的地方 拿到上级命令不可让他们拿到的证据 因为上级还有另一个同样严格的命令 不能让国际调查员们感到受封锁和不自由 尤其不许使用强硬手段 那会惹怒世界卫生组织 有了这种顾虑 连对隔离者的家属都不敢用强硬手段 因为家属们狡猾的一刻不离调查员左右 把调查员当成盾牌 分头奔赴中国各地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员 从各个医院和隔离营复制原始医疗档案 与医生面对面交流 对患者进行直接检查 这些部分还可以控制 施加压力下的医生和患者 基本会按事先导演与排练行事 但是调查员在医院和隔离营内随机采访 血样却无法事先导演 他们还以突袭方式 从医院化验室直接拿走原始病毒的样本 更没料到的是 被调查团拿到最多病毒样本的地方 竟是防范最严的北京 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病毒库 由总防疫师医好 亲自打开病毒库大门 让调查团任意取样 那是调查团夜里的一次突然袭击 医好不知道如果没有刘刚 装成司机跟着一块来 进来后装着不认识他 就在无人注意时 用眼色对他发出警告 他会怎么做 他会不会就按照早准备好的方案去做了 或是推脱病毒库管理人员不在 或是以不符合操作规程的理由拒绝 总之就是耍赖 让调查团无可奈何 但是刘刚的表现让他怒从中来 几乎没有犹豫便当即给调查团打开了病毒库 这当然也不是仅仅针对刘刚的冲动 刘刚只起到了打消犹豫的因素 医好本来就对隐瞒事实的做法极其反感 世界卫生组织是防疫界的最高机构 为全人类负责 应该毫无保留 真诚以待 他平时撒个善意的谎都脸红 让他既违背作人道德 又违背职业良心去耍赖 如何做得出 既然当局公开说的都是要无条件配合调查团 他给调查团打开病毒库 就没人能指责 三个调查员里有两个是德国人 一好故意用德语跟他们对话 只是想让刘刚一伙的监视者们听不懂着急 看到刘刚拿出手机录音 一好对他更加厌恶 指着刘刚对德国人说 看 你们的司机在给我录音呢 他没告诉你们他是安全官员吧 刘刚听不懂德语 也能知道一好是在说他 收起手机 装作没事 调查团在一好打开的病毒库中 找到了几乎所有样本 补足了所缺 第二天便有专机直接送往欧洲三大最具权威性的实验室 调查团要等实验室完成对病毒样本的检验后 才能公布对中国疫情的调查结果 时间需要三星期 那三星期中国政府内部乱成一国州 该如何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将对世界公布的真相 担忧的结果看上去注定躲不过 连锁反应却非中国能控制 只能考虑如何把损害尽量减小 温和意见是利用这次配合调查团形成的良性关系 请求世界卫生组织采取和缓方式处理 不要针对九个月后才开幕的世博会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这段时间内消灭疫情 强硬意见是威胁与世界卫生组织停止合作 停止交纳会费 对其发布的疫情警告 指控为国际敌对势力的阴谋 将调查员拿到的样板说成伪造 但是让指控无法立足的是 调查团是从中国的政府单位 北京市疾控中心取到的主要样本 调查员全过程做了录像 总防疫师医好一直与其配合 那是难以否认的铁证 医好被恨得要死 养了那么多机构那么多人 关键时刻却一筹莫展 难怪主席这一段动辄发脾气 让身边人战战兢兢 主席的小姨子本是少数能跟他说上话的 作为党庆大典的总导演 也不敢再提请他去看大典彩排 一旦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中国疫情警报 彩排能不能搞都成问题 等待最终结果 就像等着闸刀落到脖子上的一刻 从刘刚认识李博 李博第一次主动跟他说话 一好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泄密之名监视居住 等于变相监禁 李博想去见一好也被阻 他争辩妻子让调查团取样 本是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允诺 不存在泄密 方案者回答 一好的泄密是向调查团暴露 扮成司机的我方安全官员的身份 后果不重 但性质严重 定罪量刑至少三到七年 李博从协联网档案查出 刘刚是当晚送调查团的开车人之一 而一好只知道他是安全官员 刘刚向医保保证 绝不是他告发了一好 随行有好几个部门的人都在暗中监视 他在表示惋惜和关切的同时 尚不清楚这究竟有助他与一好的切割 还是更会被怀疑他和一好之间有过什么 才有这种报复 决定暂时还是不要有什么动作 等看清发展走向后再决定 所以他只是应付李博说会去了解情况 但特派局与公安局不是一个系统 需要时间 李博黯然而去的形态倒是让刘刚改变了 原以为这对夫妻没感情的看法 其实刘刚在一好被抓前就知道消息 那是北京市的决定 一旦上面追责 就用一好的卖国行为解释 为了掩盖这次封锁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团的失败 各地普遍给帮助过调查团的人扣上罪名 进行惩处 对一好目前还算客气 监视居住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措施 北京市也在观察事态走向 结果却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三星期后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结论 简直如天上掉下的大礼包 竟然是 虽然在中国流感患者中发现了 H7N9禽流感病毒的变种 但经过欧洲三大实验室分头检验和相互印证 结论是不会在人类间传染 没有特殊危险性 中国的流行性感冒 仍属普通级 发病率也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因此原本针对中国发布的黄色警报降为蓝色 这消息顿时吹散了全球对中国发生瘟疫的质疑 与中国经济有关的股票大涨 疫苗企业股票雪崩般下跌 各国劝导国民避免到中国旅行的政府建议尽数撤销 事实证明了中国政府前面对疫情状况的否认 不存在故意掩盖和封锁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和配合调查 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信用提高 形象改善 曾经曝光疫情内幕 揭露中国政府的媒体记者 则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如此奇特的转折使主席再次确认天意对他的捐顾 前面的防疫运动现在看虽是空穴来风 但帮助他达到了加强威慑 整肃官员 土顾纳心的目的 到了运动激发的矛盾可能影响大局时 原本认为是最大麻烦的世界卫生组织却伸出妙手 一举化解了所有矛盾 除了天命之君 谁还能得到这种冥冥相助呢 当庆大典只剩四十四天 原本担心疫情而纠结的彩牌 无需再顾忌 小姨子一再强调不能不彩牌 否则无法保证 几十万人加上深光电的配合达到完美 跟大典有关的决策 最终都需主席拍板 他拿起电话 彩牌按预定时间 放手进行 太好了 我的好姐夫 要不是隔着电话 小姨子会冲上来 给他个大大的拥抱 主席此刻心里充满幸福感 老天显示了如此眷顾 说明设想的一切今后都会顺利实现 姐夫一定要来看彩牌啊 要听您的意见 这还得看中办安排 来嘛来嘛 大典是献给姐夫您的 必须达到姐夫百分百满意 彩牌看出问题还来得及改 这非常重要 非常 啊 我跟警卫局说说看 三 老叔这种时候本来没心思在听电子风项目的汇报 世界卫生组织的警报一解除 高速运行的防疫运动就像一头撞上了玻璃墙 截然而止 电子风自然不会再用 首尾也用不着老叔过问 他面临的问题比这些小事严重得多 不过赵规坚持要汇报 让老叔感觉另有其他 就随赵规上了楼顶 国安委大楼可被看作一个巨型电器 里面的无数电子设备是其中的零件 大楼的墙壁内 楼板间 天棚上布满数据线 电缆 光纤 插座和接口 密布交织 数据如瀑布和流水 在那些线中穿流不细 还有大量在楼内交换的无线信号 被包裹着整个大楼的巨型电磁屏蔽罩 隔绝在内部 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与外界联系靠的是大楼顶端 那座高耸的天线塔 数十种大功力天线结合在一起 外表做成浑然一体的建筑装饰尖顶 天线塔在旗下如树根般张开 分成几十根直径一米五的不锈钢柱 柱内是不同天线的线路 楼顶平台虽然看不到天空 却有风对流 经常风还不小 这种柱体林立且有风的环境 很适合作为电子风捕捉CID目标的模拟环境 天线柱如树林 空气对流如自然风 老叔很少上楼顶平台 阳光下照在上方的梯形体 透进蓝色光线 像在轻悠悠的水底 此时其他人都已撤离 只剩赵规和刘刚 赵规事先也安排好 老叔一到就放飞电子风 充当把镖的刘刚 穿长袖衣裤 戴着有护目镜的头罩 在天线柱间绕行 时而小跑 时而慢走 从发射机座上 陆续放飞的电子风 追踪到刘刚 接近它发射针弹 再返回被称作 风巢的回收箱 赵规让刘刚到老叔面前 指着射在刘刚衣服上的针弹 您看 这是我一直没解决的难题 CID可以指引电子风 射中人体 但是人体大部分 覆盖在衣服下 受限于电子风体积 针弹射击力度 不可能太大 只要衣料不是紧贴人的皮肤 就会因为衣料缓冲 使针尖扎不到皮肤 药剂也就不会注射进人体 针弹大部分掉落 有些像这样挂在衣服上 反复实验的结果 模拟皮肤暴露最多的夏天 针弹有效率也只有5% 其余的都会被浪费 这种效率是无法进入实用的 针弹让刘刚转身 是他头罩后面脖颈位置的白胶垫 提高有效性的途径 是让针弹指命中人体皮肤暴露处 考虑人多数情况是穿全套衣服 头顶有头发 始终暴露的皮肤只有脖颈 脸和手 手的活动频繁 不易命中 脸部可能射中眼睛 造成伤残 因此最合适的位置是静后 就是这块区域 大概上下5公分 左右10公分 想准确命中这么小的目标 已经有困难 问题还在他总是随人的形体变换位置 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 从这点而言 防疫运动终止 倒让我放下了心病 否则一直都在焦虑 怎么向您交代呢 老叔知道 这不是赵规真正要说的 如果就这些 完全可以不说 做出什么都已解决的样子 至少更有面子 我一直以为不会有问题 不能像无人机那样人工遥控吗 在视线范围内 有发射源遥控 命中静候位置 没问题 但是防疫范围在整个国土 只能通过卫星 或移动网络操控 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有延迟 少则一秒钟 甚至两秒三秒 对象静止不动还好 但那种状况不多 靠人工对移动目标估算提前量 弥补信号的延迟 失误率非常高 不会比电子风自动发射更好 然后 赵规挥挥手 刘刚到楼顶平台另一端的协联网工作间回避 赵规则 赵规则请老叔进这一端的电子风工作间坐 利用楼顶维修间改装的工作间 主体部分是玻璃 可以看到整个楼顶 里面有空调和卫生间 赵规打开他随身携带的屏蔽罩生成器 直径两米的屏蔽罩把他和老叔罩住 防范电子磁碳的屏蔽罩是由特殊仪器形成的电磁场 完全无形 却能阻隔电子信号 外面的信号进不去 里面的信号出不来 在照住了整个国安委大楼的屏蔽罩内 再用屏蔽罩 防的就是大楼内部的窃听了 赵规把事先沏好的茶给老叔针上 没用平时说话的快节奏 而是自针俱拙的开口 从技术筹备的角度 这个课题应该继续解决 首先用移动网络或卫星遥控电子风 都会留下轨迹 可以被回溯追查出源头 这对于特殊目的会不利 其次即使对象是禁止的 以人工遥控电子风瞄准静后 那么小目标 也要在距目标五米内才行 否则空气对震弹的干扰 会导致过大偏移 那么万一对象处在半径超过五米的 大型屏蔽罩内 电子风在屏蔽罩外的发射 不能一击中地 便可能被发现 而前功尽弃 这种方式只有一次有效 不能重复 而让电子风进入屏蔽罩 遥控信号便会失去联系 无法人工远程操纵 只能让电子风按CID导航方位 自行发射 于是又卡在无法射中 静后位置的问题上 赵规和老叔是那种可以直言官场秘密 和仕途之处的关系 无需拆弥般拐弯磨脚的说话 赵规多年来一直为老叔管理海外秘密账户 赵规每年存进账户上百万美元 也像公事公办 但是老叔最疼爱的外孙 在美国读书生活 包括买跑车 一类开销 都是赵规 从那个账户出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 一方面让中国出乎意料的解了套 一方面也是前面的防疫运动 成了空折腾 主席在感到幸运的同时 马上就面临如何善后 他当然不能承认自己神经过敏 过度反应 一定是又一次高奏凯歌的伟大胜利 主席亲自参加了大张旗鼓召开的 全国防疫庆功表彰会 高度肯定了防疫运动采取的措施 归结尾在党的领导下 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战胜了疫情 信息防火长城内的中国民众 并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 说明举国防疫是个大乌龙 都以为是取得成功后 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因此对政府的做法不再抱怨 毕竟危机解除 生命安全了 被隔离的人皆被放回家 关卡撤除 通讯恢复 人们回归正常生活 把被防疫运动损失的个人生活补回了 而要让官僚集团释怀 却没那么容易 他们完全清楚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说明了什么 尤其是在防疫名义下 被撤职的近十万官员 若真有疫情 怎么都有理 没人敢质疑 一旦是子虚乌有 就成了乱稿 甚至会被怀疑有意味之 以后是不是随便编造一个瘟疫 就可以开展类似的清洗呢 官员对此怎么能放心 还怎么能效忠 十万被撤的官员各有能量和人脉 该如何安抚 未被撤职的官员也会吐死忽悲 对他们是不能没有解释的 极权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不管是皇帝还是主席 从来不会有错误 如果有什么不对头 一定是下面人所为 主席不会为防疫运动 撤职的官员平反 那是他保证继续掌权 必不可少的震慑 往回缩一点 就会效果全失 且空出的职位 已经恩赐给新人 任何动摇都会恩情不在 两头不讨好 绝不可以 撤职者就算这次没犯错 以前的反腐清查也都有账底 如果不闹 该有的待遇不会少 不服就算老账 取消待遇 相信没有人敢较真 不过统治是要灵活性 毛主席当年时而反左时而反右 就是要让官僚产生心理上的不确定性 被威慑的同时又总是抱有其死回生的希望 避免铁了心的成为对立面 因此也不能让官僚太憋屈 气得有处撒 就要找一个替罪羊 展示象征性的公道 无非是最休养老呗 早晚有这天 谁也指望不了做一辈子 老叔的声音无力 力图显得散淡 主席需要的替罪羊 明显会落到老叔头上 防疫运动是老叔负责 罢免官员是他主管的特派局提名 这些天对防疫指挥部 形成前所未有的攻击狂潮 以前主席还做出摆平姿态 这次却没有表示 既然肯定了防疫运动 取得伟大胜利 正常程序应是由防疫指挥部 主办庆功表彰 由老叔负责 结束和善后 然而主席却绕开老叔 让中央办公听稿 家讲对象中 一个防疫指挥部的人都没有 官僚对这背后的含义 怎能不一目了然 老叔虽是主席的心腹 但政治就是政治 关键时刻从无情义 甚至还要被用来表现大义灭亲 老叔已尽退休 没用的人在废弃前 再发挥一次作用 不正是替罪羊的最佳人选吗 赵规抛开委婉 对老叔直言不讳 树欲静而风不停 因为一个乌龙撤了那么多官员 本是源头的主席 既不做挽回也不去担当 官僚不敢对主席发泄的不满 只能加倍报复到老叔头上 被撤官员随不能翻天 合在一起搞报复却会十分可怕 那不是老叔一个人下台就完事的 一定让他全家陷入灭顶之灾 老叔妻子是中国珠宝玉石协会的会长 看似低调偏门的职务 却站在每年上千亿元流水的河边 怎能不失血 女儿女婿和开的投资公司更不用多想 在中国能入金融行业 怎么可能没有台面下的交易 一抓一个准 老叔在美国留学的外孙 那时怎么办 臣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有什么办法呢 老叔很少显出无助之态 看得出他早就绞尽脑汁 却想不出解脱之道 只能听天由命 OK OK 没办法的事情咱们就先不费心 只求下台前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赵规明显夸张的转换话题 其实是进入话题的下一阶段 回到我前面说的那个技术难题 差一步就完成了 只是我能掌握的技术资源已经穷尽 您的技术资源多 能不能帮我想想解决途径 要是能解决 下台前 您多留一份技术储备给后任 我这段忙活也没白费 赵规在其他事上对老叔直言 是因为值得老叔愿意听直言 而这件事猜得出老叔怕听直言 只能以隔着窗纸 看到影的方式说 赵规看得出 老叔已经明白他在前面说的话 却一定不会立刻表态 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表态 也许根本就不表态 这样自己所想的一切 就只能当小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